好耶,这样可以去运动中心,很好很好,可以用动资券去运动中心 我跟你讲,他一讲了之后呢,大家就想说,冠红会去哪一个,很想去现场看一下,看他运动的样子 这个就是很好的示范,抽到动资券,我们一起出来运动 好,那我们也要让两位选手来聊一下,因为已经都拿到这个资格嘛 我们先从念琴开始,其实念琴是今年三月份在约旦的时候,在亚大区资格赛拿到东京奥运的这个参赛门票 那你接下来的备战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虽然说延期,但是每一天都是处于备战的状态 然后不管在技术上,在体能上,我们一样在有规划性的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就是也特别感谢体育署,因为延期的关系,体育署特别就是办这个东奥的一个模拟测试赛 让我们选手一样都有一个比赛能够持续的去努力,这样子有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在准备 对,念琴接下来一年离这个奥运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也会持续努力备战啦 那我也帮他加油,因为这是他第二次要前进奥运了 非常的厉害,加油加油 好,那在冠红的部分呢,这位游泳新秀真的非常的厉害,一定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在去年8月份市清锦标赛,200公尺碟市游出1分56秒48 他是以奥运A标拿下的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而且他在10月份的,接下来去年10月份全运会又以1分55秒72 再刷新记录,非常厉害一位新秀 跟我们聊一下现在备战状况如何呢 目前准备的还不错,因为要特别谢谢每一位民众 就是非常做好我们的防疫工作 所以可以让我们持续的做训练 所以现在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随时准备好上场的状态 哇,冠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谢谢所有的民众,我们一起配合防疫 我们也让选手可以持续安心的备战 全部大家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东京奥运的选手国手们一起努力 谢谢,真的很棒很棒 那我们接下来呢,两位选手跟大家聊完 就是近期备战情况之后 马上来看看他们的射飞标能力如何 刚刚男生先对不对,我们现在换女生先好了 我们先请念琴来 就准备位置 全级选手玩飞标不常见的 好,来 好,我们让镜头稍微拍一下这个号码是多少 好,我们跟这个都确认过了 律师也确认,许律师确认 我也仔细看,确认 看到了,04 好,请林律师帮我们输入04 接下来换冠红 好,这个非常清楚 好,律师没错,15 请林律师帮我们输入15 最后两个号码再请念琴 好,很清楚我们让摄影机拍下的是07 麻烦林律师,07 好,最后一个数字 灌红麻烦了 好,是06 我们摄影机都有拍到后 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有看到了 最后一个数字,产生是06 再次掌声谢谢两位选手 谢谢你们,可以先稍微回坐休息一下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把这个镜头来到舞台上 我再次跟大家复述刚刚产生的八个号码 分别是01,12,14,06,04,15,07,06 总共是16位数字的乱数种子 我们会输入到电脑里面进行电脑的抽签程式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麻烦律师咯 我们现在就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请律师帮我们开始抽签 好,现在我们的城市开始跑了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四百万位的得奖者 得到这个动资券的得主就会产生 好,现在百分之百完成了 也让我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我们看到画面上方 现在四百万位的这个得主出现了 那左下方幸运中签者呢 我们只秀出最后倒数的十位 好,因为版面的关系 那我们都已经用马赛克处理好了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身份证号莫马抽选的结果 看起来,诶,状况其实是蛮平均的 你身份证莫马不管是哪一个数字 其实大家看起来都有百分之十的这个中签率 好,我们也达到了这次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的抽签 其实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 而且大家的中签率没有很大的偏差 也是希望这次的抽签结果在这边呈现给大家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林律师跟许律师 谢谢您,两位请先回座 谢谢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了 现在抽签的结果出来 你可能有很多疑问 我该怎么领取 我该怎么使用 以及什么时候 所以现在请容许我在这边跟大家稍作说明 首先第一个问题你会问 诶,我该怎么知道我中签了呢? 第一个,我们会在明天 也就是7月29号上午10点之前完成通知 会主动通知你 也就是你当初在登记的时候留下的行动电话号码 我们会用简讯告诉你你中签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好,如果到明天早上10点你都还没有收到 可以怎么做呢? 也欢迎你上动资网来查询 明天早上10点7月29号10点就可以上动资网来查询 你是否有中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会问说 诶,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动资券呢? 提醒大家,动资券是用QR Code的方式来使用 会从8月1号的上午10点 一直到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 这五个月的时间都可以使用 所以不用心急,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来使用 那接下来大家就要问说 那我要怎么领取这个QR Code呢? 很重要哦,也请大家听好咯 因为我们的中签者有400万位 人非常的多,大家真的不用急 那如果你必须要在7月30或7月31号 赶快抢签领取 你有特殊赶快用途的话呢? 提醒您,我们在这两天7月30号 礼拜四跟7月31号礼拜五 这两天我们是用身份证默码分流的方式来领取的哦 所以仔细听好 如果您的身份证字号默码是单数 也就是13579 请你在7月31号礼拜五的时候领取 如果你的身份证默码是松数 就是02468的朋友 请在7月30号的时候 来进行领取 这是我们头两天 30号跟31号 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会这样子分流领取的这个状况 要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 好,很简单 你可以记默码是双号的人 就在礼拜四来领 好,你的身份证默码是单号 就在礼拜五来领 好,这是我们在头两天 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配合的 那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 你要领取的话 都不用担心了 全部都可以领取 但是真的不用急 你只要想要在消费的时候 想要使用的前两天去领取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有长达这么久的时间 五个月的时间 都可以领取 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急 不用急在前几天 就赶快要抢 这个是跟大家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从8月1号开始 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动资券的QR Code 来进行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看比赛 甚至是天装备 这是我们今天活动 要进行到这里最重要的目的 希望告诉大家 如何来使用你的动资券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 所有与会的来宾还有选手 同时也感谢在荧幕前陪我们一起抽签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活动在这边进入到尾声咯 谢谢你们一起的参与 我们再见咯 拜拜